鱼圈女星从来都不是傻白甜 郭必婷和向左出席活动时 下场时发现向左看了一眼其他的美女 郭必婷一个眼神扫过 顿时感觉不愧是向太看中的儿媳 江一燕和刘亦菲同台接受采访时 江一燕看似夸赞刘亦菲 上学时就已接戏 实际暗示刘亦菲不好好上课 身旁的刘亦菲气得直翻白眼 何瑞贤平时给人一种乖乖你的感觉 但红杆上的她 换上这身腹骨四龙群 这眼神这气场 是一样的平凡普通 但红杆上的她一袭三尺千零 彻底推翻了这以往的印象 慈善业上范冰冰一把拉过杨幂 本来以为是因为关系好 仔细一看原来是秦海禄上场 范爷为了避嫌和秦海禄站到一起 才想到拉着杨幂 周冬宇马思纯走红杆时 周冬宇一会一个小动作 看似单纯可爱 但焦点却也全部落到了她身上 杨颖获得最佳女配绝奖 她起身的第一反应 不适合老公黄晓明拥抱 而是直接跑向了岛屿 颁奖礼上张艺谋 一番话让两位某女郎都红了眼眶 刘浩存更是泪流满面 妮妮暖心地帮忙擦泪 去不了妮妮擦哪刘浩存挡蛋